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5号 今天的语音课相对来讲比较重要 最主要是一些细节 大家有没有注意的到 先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上证指数 今天一根线突破了短期趋势和长期趋势 突破短期趋势的时候应该加四成长 再突破长期趋势的时候应该加两成长 然后加到满堂 好吧 这是结论 但是在推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下午主要下午2点30分的时候 当时的价格是在3509点左右 3509点它也是突破短期趋势 到3522点左右是突破长期趋势 可是假如说收盘价格收在3509点 主要如果收盘价格收在3509点 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明天操作的 就是今天操作也是对的 明天操作也是对的 如果收在3509点就代表了 短期趋势的突破 你在最后的10分钟之内无法确定 通常会建议在次日的早盘 假如说最后10分钟还没有定 通常我们会定义在次日的早盘 但是如果到15点整 就是收盘 已经确定过了短期趋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买入的操作已经已经形成了 买入的操作已经形成了 只不过在什么时候买入 次日的早盘是一种选择 但我为什么截了一张图呢 你要看30分钟的顶部的结构 比方说明天早上 假如说它收到3509点 明天早上一个低开 30分钟顶部结构就又形成了 当30分钟顶部结构形成的时候 或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在30分钟顿化消失的时候 再买入 就是短期趋势一旦突破 但是30分钟的顶部结构还在 顿化还在 你可以考虑在30分钟的顿化 消失的时候买入 它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短期趋势突破 买入的动作已经形成 只不过在什么时候买 你可以在明天次日的早盘买 但是30分钟如果有顶部顿化 可以在30分钟的顿化消失再买 确保它不会形成结构 30分钟顿化消失就不会形成结构了 细节的东西啊 细节的东西 如果收盘在3509点 我们应该如何操作 好吧 第二 注意啊 30分钟DIF值 在这个地方最高的是13.8 如果收在3509的是12.34 也就代表了 它距离动化消失还有一点点 但是次日只要一个低开结构就形成 或者是前30分钟下跌结构就形成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30分钟 好 第二种选择 收盘价格收在3522点 这个呢是刚好在长期趋势突破的位置 注意啊 假如它不是收在35 今天收盘是3529 我刚才给大家几个选择啊 第一个是3509 第二个呢 就是3509是短期趋势左右 第二个呢 就是3522点 假如收盘收在3522点 注意 它在短期趋势之上 长期趋势左右 DIF值是13.37 那么次日大概率就是顿化消失的 因为它最高只是13.8 次日大概率就是顿化消失的 它凭着开 它也是顿化消失的 因此 在今天收盘左右的时间 可以买入四成仓 但是由于长期趋势还不确定 那么就等到次日的早盘买入两成仓 如果要收盘超过了长期趋势次日早盘 在这种情况下 不用考虑30分钟 因为30分钟大概率就是消失 最高只是13.8 这个只是13.37 明天只要一平开 也是13.超过13.8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用考虑30分钟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很简单了 就是今天的收盘的这种情况 就直接过了 30分钟顿化消失了 60分钟没有 90分钟没有 所有轴期都没有 所以呢 结构不用考虑 趋势突破 直接买入 简单粗暴型的 就第三种啊 简单粗暴型的 那么余规则 去突破趋势的买入没有问题 但是还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 这个细节的问题呢 请看 注意啊 这刚才讲30分钟 已经讲得很细了 为什么今天下午的两点 30分左右 我跟大家说 说不要提前定 注意啊 不要提前定 然后有个学员说 说什么来着 我说你不是想的太多了 你是想的太少了 就是你没有考虑到30分钟的细节问题 30分钟的时候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对应的操作还不一样 好吧 这个地方它很细 好了 当然到说法的时候 就不需要那么细了嘛 就直接简单粗暴型了 就变成简单粗暴型了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中正500指数 777啊 下面777 日线7 60分钟线7 90分钟线7 所以中正500指数 如果明天继续上升 那么中正500指数 日线会出现 顿化加8 分钟线会出现 9 序列高9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继续上升 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高点 前面虽然说有结构 但是没有序列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要冲过去的话 有顿化加9 既有结构又有序列 所以呢 预计在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重要的高点 但不在明天 注意啊 不在明天 所以明天 不许考虑 然后深层值一样 虽然说深层值没有顿化 但是它的序列仍然是高7 所以这个日线序列 还是要重视一下 那么理论上呢 实际上是后天或大后天 形成高点的概率就比较大 但是明天 是不是上升很重要 创不创新高很重要 好吧 我们讲的这个是中正500指数 我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到 到后天的时候 还会继续讲这块 这块 这块会有连续性 我先把这个逻辑说清楚 然后到后天的时候 会再讲这块 好吧 第三个 就最后一个 上升指数 如果按120分钟线 我们曾经 说过是吧 一浪起点到三浪中点的距离 7090线 参数 6 44和6 今天下午刚好春秋 但注意啊 创业版指数的序列高9 包括日线的顿化 以及上升指数的 120分钟线的穿轴 它都不是规则 能理解吧 它都不是规则 它是细节 它不是规则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 120分钟穿轴 而导致应该买入的不买 不会因为这样 我们只会前面该买买 后面如果 中正500指数 深层指 它住日线级别的高点 往下走 把上升指数带下来的时候 再卖出 这才是标准操作 那我们说 讲的这些细节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 所以今天呢 我说今天下午的语音课 比较重要 不是因为 这个操不操作的问题 操作上从规则角度来讲 是简单的 但是细节上是复杂的 综合一些复杂的细节 然后能够得出一个 简单的结论 是你深思熟利后的结果 而不是莽撞的结果 能理解的答一 不理解的答二 有问题可以问 明天加几层还没明白 加到满仓 这次啊 是吧 有好多人又抱怨 为什么不空仓 你留四层仓 损耗就大幅降低 就是去年差不多 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咱们始终在 咱们始终留了四层底仓 是吧 最多就折腾个六层仓 然后呢 这个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没有大的折腾 是吧 没有大的折腾 小折腾一点 所以这个呢 对于损耗降低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大家可能肯定会问 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底层仓的这个四层仓 就不再持有了 将来我自然会说 所以你不用问 好吧 我自然会说 然后今天下午也有很多 就是突破趋势 要不要买入等等的 我说你不用问 到时候我自然会说 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问题 你提前问没有意义 好吧 买什么一样 均衡配置高ROE 大小均衡配置就完了 明天买满 后天高酒 又要减仓是吗 头疼 我刚才讲的 简直对它来讲就是白讲 我讲了那么一大堆推理过程 说的十分清楚 我说深层指 或者创业板 或者中正500指数 他们即便住了高顶 跟规则没有关系 规则突破趋势买入 将来有一天 他往下走 破位趋势在卖出 跟高酒没有关系 我说的特别清楚 今天买入的纠错标准 难道不以趋势作为 纠错标准吗 当然以趋势 我们刚才说的 一直说的都是趋势 老师这次心里有点怕怕的 刚好相反 如果你不按规则做 你才会有心里怕怕的感觉 如果你每一次都按规则做 你就踏踏实实的 你脚踏实地的 能理解吗 规则是确保你没有原则性错误的 唯一方案 就刚好相反 就是你按照规则做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假如说你侥幸心理 你说这波不做 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规则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成功率就是比较低 那你反的操作 你说我就规则出买入的时候 我卖出 规则出卖出的时候 我就买入 那不就变成了高成功率了吗 你想想对不对 或者是我选择性的操作 我有时候做 有时候不做 有时候按规则 有时候不按规则 那它大概率 它也是因此会受益 主要 因为它规则成功率 是低成功率 趋势成功率 是低成功率 它大概率是受益 但是 你如果这样操作 你失去的会比得到的更多 我在差不多两周之前 跟大家说过这个道理 说过这个道理 所以你真正的 就是说 你克服人性的弱点 自己的愿意 或者喜欢你克服掉 就是按规则操作 你才能够有踏实的感觉 而没有那种啪啪的感觉 好吧 那么今天我把这个 中正五百指数放在这 那么这个 后面还有连续性 还有后续 只不过现在先不讲 明天如果是下跌的 就不讲 明天如果是上升的 后天再说 好吧 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也不要抱怨 你说这个地方不好做 震荡过程中 对所有的规则 趋势规则都不好做 那市场就是震荡的 然后各种坚底 是吧 也不给你结构 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和状态下坚持下来 那才是真正的 不懂了规则对你的意义 顺境很多人都能坚持 有啥不能坚持 买完之后就持股 然后行情一直涨 有啥不能坚持 按照趋势的结构就变 依托趋势 就一直看多做多就完了 就是在逆境当中 就考验你的坚持能力 人性的弱点的克服能力 对吧 是一个道理 这次成功率大 趋势的成功率都不大 还有结构的话成功率大 急跌 肩底 上去 突破局势 趋势的成功率都不大 成功率不大 好吧 但你没得选 我告诉大家 成功率不大 但是你没得选 你们能理解吗 我们没有这选择 成功率不大 我这次不按规则行不行 这刚讲完 他为什么不行 他逻辑在哪 他不行的逻辑在哪 就是去年 就是这个震荡 震荡了差不多一年吧 今年的这个 这个价格跟去年的这个价格 差不多震荡了一年 其实我们最大的微调 就是留了四成仓 你们知道吗 最大的微调 你要满仓的这个趋势突破买入 趋势突破卖出 那是特别特别折磨人 我们留了四成仓之后 对整个这个震荡 有起大了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最大的微调了 好吧 中正500贴水 卖贴水 我这么说 你还没明白吗 中正500 马上就要到日线的 顿化加酒了 你还想着做铁水呢 我天 我的天啊 这啥逻辑啊 提前说了吧 如果中正500 出现日线的顿化加酒 顶部的顿化加序列 因为我原计划 是在持有到9月份 到现在我一手都没卖出啊 我可能会在 日线的序列顿化加酒 直接卖掉 因为只差一个月了嘛 最后一个月的铁水 可能也就只有 1.5%左右 对吧 只有一百个点左右吧 不断了 不要了 但我刚才说的 那如果没有日线顿化加酒呢 就没有卖出理由嘛 就没有确定性高点 日线级别高点的确定性 那你还得持有到9月17号 所以我今天说 我说这个 这个本来是留到 后天的 对吧 这要问 这一没忍住又说出来了 但是我就真的想不明白 就是我都这么说了 日线的顿化加酒了 比之前的日线顿化级别要大 你这怎么还想做铁水呢 我说什么情况啊 你这是 最后还有108点贴水 不要了行不行啊 日线级别的高点 到时候 万一到9月17号 中间下跌了超过108 你这不百干了吗 对不对 不要了行不行 时间近啊 只差一个月了 中正500啊 那拿到现在 都已经特别超乎想象了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先不说 你说明天如果明天下跌了 是吧 你高点判定的确定性又没了 那你就继续看 你继续持有到9月17号 这中间要是下跌了 这一个月下跌了 前面前摆正了 你们能理解吧 前面前摆正了 看跌多少了 但是现在来讲 就是已经远超我的预期了 没想过这种情况 但是你必须得找一个 确定性好的高点 而且距离 9月17号还比较近 你比方说 这个同样是日线高点 三个月前 就六月份出现的 那这个时候 你卖不卖就不一定了 因为日线级别的高点 也就24个交易日 24个交易日 未来还有三个月 它只是一个月 所以这个不影响 你最开始定的交易计划 对吧 那假如说这个地方 出现了日线级别的高点 日线的动画加9 未来调一个月 刚好到9月17号 你们知道吗 你们算过这个数学没有 刚好是到9月17号 就是说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日线结构 到9月17号就是下跌的 那干啥呀 那我们凭什么呀 你们能理解吗 这个是个时间节奏的问题 好吧 所以你要算准这个时间吗 元宝九九 老师现在做IS贴水可以吗 仇死我了 真仇人哪 仇死我 这交易对很多人来讲 太难了 而且贴水 你并不是非得着急 非得做9月份的 对吧 你到明年3月份的 贴水现在一直都存在着 你不要做一个月的贴水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而且我说了嘛 你算好这个日线 如果要是形成动画加9 挑一个月的话 刚好到9月 9月的结算日 那到9月的结算日 如果这一个周期 是这20多天 一个月的时间 是下跌周期 那你何必呢 好吧 这是最主要原因 但是我本来是希望能够 明天再涨一天 明天再涨一天 日线动画加8 妥妥的 知道吗 妥妥的动画加9 如果提前说了 明天下跌了 你说这感不尴尬 请问大家 感不尴尬 所以我就一直憋着来着 但是突然有学员问 他要做这个贴水 要做到9月份 说有100多个点 头疼 我就把这事说出来 好吧 哎呀 我在我要准备卖出的时候 他正打算要买入 这头疼 你说这头不头 我刚才其实说的几个观点 包括我说后面的细节 中正500指数的高期 然后深层纸的高期 上至120分钟线的穿轴 等等这些细节 都是应该注意的细节 但是它不是规则 规则跟细节 它是有些地方 是重叠在一起的 有些地方是不重叠的 不重叠的时候 以规则为主 同样就是说 规则为王细节修编了 他俩不能说是 你重细节而忘规则 规则绝对是在细节之上 所以像今天 就这么多的理由 那该买还是买过 大不了将来再卖 这才是正规操作 符合标准的正规操作 你要始终按照这种 正规操作去做交易 你长期坚持下来 你才能看到效果 我们有些时候 像打排球 打高尔夫球 肌肩等等这些运动 教练会告诉你 很多基础的动作 对吧 这是基础动作 但是你按照教练所说的 这个专业的基础的动作 去做 它才能够 长期以来才能够看到效果 短期你可能还看不出来 这是教练的意义 教练的价值 所以你可能也要问 你说这打高尔夫 为什么左手一定要峰直 打台球 为什么这个 要贴在这个球杆上 基建为什么 左前腿或右前腿要弯曲 很多的事你可能知道 但是你 你需要相信它是专业的 你要相信专业的力量 上阵五零刚好 有中阵五百走势相反 可以考虑了吗 你做交易 难道是考虑 刚好相反这个因素吗 你学员去多长时间了 极地而行一 我教的哪一条 说你买入或卖出 因为上阵五零跟中阵五百指数 走势刚好相反 所以你应该买入或卖出 哪一条 我什么时候想过 你拍脑门说呢 好吧 不多讲了 我们 无论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咱们学员区的结论 都是非常直接 简单 清晰的 从来不默朗两可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支付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